嗨 大家好 我是Bron 大家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的话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KTNL里面的绿屏抠像功能 它的效果的话 大概是 这样子的 或者 这个样子的 或者 这个样子的 又或者 这个样子的 好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呢 好的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操作看一下吧 好的 现在来到我的电脑桌面 首先 我们打开KTNLive 然后导入我们需要的测试视频 以及对应的一些绿屏素材 好的 我就以我这段开头的视频为例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使用KTNLive来进行绿屏抠像 首先 我们肯定需要一段已经录制好的 以绿屏为背景的一段短视频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也可以 只要是纯色的背景 都可以方便我们进行视频的抠像 好的 我这边的话就以最简单的 这只绿色背景上的蝴蝶尾粒 来进行一下绿屏抠像 好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素材 拖到我要展示的那个视频上边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显示的话 是下面这个视频1的内容 然后我把第二个视频素材 就这个绿屏的素材 覆盖到这个视频上边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行绿屏的抠像 来把这绿色的背景内容给去掉 来显示下一层的内容 怎么操作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 这边一个特效的窗口里面 我们在特效窗口 然后找到透明度设置 然后这边会有两个特效 一个是色度键 一个是转瞄 我们这边用到的功能就是第一个 色度键 好的 我们把这个功能拖到这个素材上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在这个属性窗口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功能 一个色彩键 就是你选择要抠像的那个颜色 比如说我这个绿屏素材 我要把这个绿色给抠掉 所以我们这边只要选择绿色就可以了 后边这个水滴一样的图标的话 是直接用来进行屏幕取色的 比如说我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取这个绿色 在鼠标 组件点击一下 好的 神奇的现象就顿时发生了 它这个视频里面的绿色 就直接被设为透明色 直接显示了下一层图像的内容 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色彩键的颜色 这边有个选取屏幕颜色 这么一个图标 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屏幕里面 选择我们这边的素材里面的绿色 好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确定 好的 这样的话也可以实现这个绿屏的抠像 好的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好 大家发现没有 这样的话就实现一个 两个视频的一个完美融合 至于下面这个参数 方差 就是用来调节 它这个绿屏抠像 它边缘的一个精确程度 也就是说方差如果调得越大的话 它抠像会抠的 色彩范围会越大 如果你对这个边缘的结果不是很满意 可以把屏幕放大 然后进行更加仔细的调整 好的 这样的话扣的就是比较准确的了 OK 这是其中的一个 好 我们再换一个视频素材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蝴蝶 以这个为例 我们把这个内容先拖上去 覆盖到原来的视频上边 然后选择这个色度键 然后取色 取这个天蓝色 点击一下 好 这样的话 背景就抠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调整一下 方差的距离数值 来使这个抠像的边缘 显得更加的准确 我们可以在这边预览窗口 点击右键 有个缩放 这样的话可以把屏幕 预览窗口放大 来进行更加准确的抠像 好的 我们把它缩小回来 OK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嗯 这颗的效果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 绿屏抠像功能 就可以实现出来了 绿屏抠像功能 嗯 这颗的效果